回到许都后曹操或密报得知 国舅董城按住汉宪帝 集结各方势力 牵下讨曹一转 于是曹操大开杀计 在朝廷上下战开一场 铲除异己的政治杀戮 而后便将矛头指向了身为皇叔的刘备 更亲帅大军攻破徐州 小佩下批三成 致使刘备与张飞打败而走 下落不明 无路可退的关羽本想以此相搏 却因大将张辽的再三劝说 而扶手归降 那么张辽究竟运用了怎样的技巧 令一心忠于刘备 拎此不详的关羽 最终归降曹操的难 作为归降的条件 关羽与曹操又做出了怎样的约定难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十六集 祥汉渡祥草 凡事会出卖我们的人 绝大部分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人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你的秘密 别人根本不知道 家奴庆彤因被董承责打 怀恨在心 故跑到县府 将董承等人密谋之事告知草操 董承王子服务人 在府中商议机密 必是要谋害丞相 昨日吉平又在内宅 摇指为事 不知所写何字 我们从这种状况可以了解到 一个人一定要善待他的下属 他的用人 否则的话 他随时会出卖你 我们倒没有说 庆童应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我们倒没有说 而是你董承 你的家奴 为什么会出卖你 这个董承自己要去检讨 尤其做这么机密 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的家徒出去出卖 曹操会不会相信 曹操如果相信 那万一是骗他的怎么办 曹操如果不相信 那万一是真的又怎么办 所以曹操他的方法就是说 我也不会相信 我也不会不相信 然后我就试试看 你是真的假的 这是曹操非常高明的地方 他就问他 你说摇指为事 那吉平所摇何指 实指 嗯 他这个嗯并不代表说他怀疑 也不代表他相信都没有 他也不知道 他讲的是真的假的 所以他是用嗯来试试看 你坚持不坚持得了 一嗯他就看二十多人手 那就知道你大部分是变的 然后呢他想一想 右手十指 那多半是真的 所以曹操事先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只是用这么一炸 就把对方炸出来 我们中国很会套人家的话 三两句话一套 你所有话都出来 这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所以曹操最后他断定 这是真的 那对他来讲 当然是很有力的情报 所以他就开始去处理这些人 那第一个最容易下手的 就是太医吉平 因为曹操随时可以叫他来 在得知董成等人密谋一事后 曹操决定 先从太医吉平下手 一探虚实 于是谎称头痛 宣吉平前来治病 吉平呢 毕竟他是个医生 老讲医生呢 多半都是比较单纯的 很多医生都认为他很聪明 我也不否认他聪明 只不过凡是专业 越纯熟的人 他所处的环境 经常都是越单纯的 所以曹操一桩头痛 吉平就兴以为真 就认为这是好机会 然后就下毒药 要把他毒食 他就没有想到 你是医生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这是不意义的 那医生可以随时把病人毒死 那就算什么医生 你从别的地方去打曹操 我们不但不反对 而且觉得你了不起 你透过你的医术 来把你的病人毒死 不管他是谁 都是不对的 吉平意图趁机毒害曹操 却没有料到曹操早已失负 向你彼之 均有及引药 陈仙常之 你乃我心腹之人 可不仙常而后今 药已治病 何用人常 吉平毒害曹操为罪 当场被抓 此日曹操便大败洪门宴 邀请参与董城密谋一事的王子福等人 前来饮酒 今日愿补无以为乐 曹操愿献上已乐 为此福吉诸公 行酒 曹操宴请群臣 以鸡瓶相威胁 群臣为什么不放肝 我们今天讲的容易 你当场就把曹操杀掉就好了 那完全不切实际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跟看别人是两套标准 嘴巴讲的是一套 到时候做不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套 这是每一个人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引游一戒 群臣怪怪的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谁一动谁就没命 那不是白白牺牲吗 中文是不怕牺牲的 但是不能白白牺牲 你死的没有任何的价值 那跟亲生一样 跟自杀一样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不能怪这些群臣 曹操就是利用这个心理 你们敢怎么样 我跟你喝酒 你敢打我吗 不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曹操会这么做 是因为他的身世所然 如果他没有那样的权柄的话 他敢这样做 我也不相信 所以他把极瓶拖出来 就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自负酒行否 当然他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他应该干脆就宣布 现在根据什么线索 有哪些人 你们现在要么自动 过来 你自白 你请求 赦免 那如果你不的话 我就抓人 这样我们皇后比较佩服他 他不是在那耍来耍去 所以大家说他建造 也是他自作之手 演后曹操将王子福等人统统收押 并席极瓶来到董城府中 与董城当面对峙 极瓶 是谁指使你下毒害我 千让我杀入 曹操当作董城对极瓶施以毒刑 有什么用意 那就是做给董城看 老实讲一个人被人家打 固然是很悲惨 看到自己的同伴 看到自己的家人 在你的眼前受凌辱 受毒打 那个是心痛如刀割 那比自己受还要痛苦 曹操就是这样 我就当他面 看他怎么反应 那董城当然是很难过 可是他又能怎么样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旁观的人 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立场 来说那就干脆跟他打好了 不是那样子 那是儿戏 我们要判断任何事情 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 你去体会体会 你就知道 就算你是董城 你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专家 臣不能为国家处罪 难天属严 太医 基平创始祝壮烈而死 我们倒是很佩服他 因为他求仁得仁 他虽然没有把曹操杀死 可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任务 他牺牲自己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你看我们在说 基平的时候 我们就说你是医生 你不应该靠你这一套 人家对你的相信 你来杀人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杀这个人 你坦白地表现出来 你不顾一切去 我们是非常敬仰他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同样的事情 所以基平 其实他再拖下去 他也是活不久的 干脆创始祝而死 表达自己 对曹操都不满 如果曹操因为这样回去 晚上会好好想一想 然后彻底改变 那基平的牺牲就有价值 他说就算曹操他不反悔 他实际上 我们也确定了 基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就这件事情来看 太医基平突然自尽 以致曹操死无对证 就在此时 家奴庆童却与董城内侍 搜出一袋血招和异状 曹操看后大怒 立即下令将董城等人 及其家小全部出展 而后便将矛头指向了身为皇叔的刘备 曹操把朝廷里面的事情解决了 他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刘备 因为他发现 招书里面签名的人居然有刘备 你想他的心情怎么样 他认为你刘备实在可恶 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 是谁收容你 我 我高抬你说你跟我两个人 是当今的英雄 你要什么 我都支援你 结果你还对我这样子 当然我们很客观认为 刘备杜他这样也是刘备的自由 但是曹操他这个当事人 他不会这样想的 他认为你太可恶了 你简直是恩当仇报 中国非杀的不可 传令全军 即日起兵马二十万 分五路下徐州 杀刘备 这是非常必然的 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说 因为这件事情 才导致曹操一定要杀刘备 也不能这样讲 这件事情可以叫做导火线 如果没有以前那些事情的话 如果他心中不是耿耿于怀 常常有要杀刘备的念头的话 他也会自我解装说 那刘备有什么办法 谁叫他是黄书 你叫他签他 好意思不签吗 他签签他也不会这样做 你看他现在不跑掉了 他也可以很轻松的 来把这件事情 把它忘记掉 可见一件事情 它是千头万须 它是长期以来 不停地积累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导火线 就是得嘈嘈下决心 倒西走 把刘备干掉 就在曹操起兵之际 关羽身在夏批保护甘迷二位嫂子 孙前独守徐州 只有张飞与刘备同手小配 刘备自知势单力薄 不再次求助于袁上 却不幸遭到毁绝 因此一筹莫展 若二弟在 也好商议商议 刘备当着张飞面 说可惜二弟不在 妥当吗 当然就礼貌上来讲 他是不妥当的 但是就一家人来讲 我觉得他是妥当的 因为他很了解张飞 这个人 你要稍微激他一下 其实这一点 张飞跟关公倒是蛮相像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 请将不如激将 你去请他 他不一定骂你的张 他也不一定全心全力去做 跟你激他一下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刘备现在是在激张飞 不是坏意 如果是坏意 那就不好 他说可惜啊 二弟不在 就表示说 处理这种事情 你还不如你二哥 那张飞当然不服气 不服气就被激出来了 兄长勿忧 曹兵远来 必然人困马乏 若成其出智 立足未闻 先去结营 请起之下 刘备唯有接受张飞建议 一同夜席草影 却没有料到 曹操早有防备 不好 中了曹飞的先进 快退啊 刘备张飞偷袭不成 大败而走 曹操趁势 一举攻下徐州 小沛 继而转战关羽 助手的下批 银一直欣赏关羽 故意有意 将其招降 云长意气深重 我与云长有一面之交 愿往睡之 张辽为什么自愿 前去劝说 关羽来详 各位想想看 张辽本来是 旅部的部将 他为什么会投到 曹操那边去 他为什么被曹操收容 而且重用 最主要是因为关羽 所以关羽 他是广街上缘 他把人情都做给张辽 当然他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张辽要来救他 绝对没有这样想法 这是关羽了不起的事情 打仗的时候不是说 我杀死多少人 我就是英雄 而是我救了多少 有义气的人 这才是关羽了不起的地方 因此他一看张辽 他就知道这个人讲义气 所以到处想办法要救他 而救他 也没有说你救了 你就一定要跟我 也没有 那你随缘 你跟谁就跟谁 想不到张辽跟了曹操以后 反而有机会来救关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管阶上缘 到时候自然你这些上缘 会回报你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徐州小配失守后 刘备与张飞下落不明 关羽孤军奋战 忠不敌曹军 被困土山之上 于是大将张辽 趁机前来劝降 我以为莫非来睡降虎 不然当日蒙凶就地 今日地安能不来救凶 张辽为什么说 不是来劝降 而是来救关羽 各位想想看 如果张辽很大的声音 很早就宣布了 关于我是来劝降的 那你想看 关羽的立场 他怎么受得了这样子 张辽是很会沟通的人 他说我不是劝降的 我了解你 你不会投降的 关羽就有面子 他就听得进去 所以我们讲话 要讲到对方听得进去 这才是会讲话的人 张辽就是很会讲话的人 但是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说你当年救过我 说我现在救你 不能这样讲 那这样讲就是什么 就是来还债的 那关公说我不要你还 我又不要你救 所以你看一句话讲错 全盘都输了 张辽说 我是来救你 那关羽想你救我 那你准备放我一条任路 那当然可以听听了 那怎么不能听 要给对方有希望 要给对方有面子 然后要让他感觉到 你没有敌意 这是张辽全都做到了 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使者 我今深处绝境 以誓死如归 如赶快回去 我即刻下山迎战 云城 凶今若战死 其罪有三 那请言其详 我们已经讲过 张辽是非常善于沟通的人 他做任何事情 事先都准备得很妥当 所以你看他告诉关羽 你现在战死你有三个罪 那当然引起关公的好奇 哪三罪 你照说说看 当初 兄与刘始军结义 视同生死 尽刘始军方败 兄继战死 倘若始军日后复出 与囚兄相助 而不可复得 岂不有负当年蒙事 你这一世 黄树怎么办 黄树也非死不可 因为你们桃源三界义 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看他把最坏的东西 现在变成最有利的因素 这本来是最坏的 所以那里面要死三个兄弟 一起死算 那种话说出来就不对 所以你不能死 你一死害得他们两个 也要同时就很好 第二个就讲到两位嫂嫂 刘始军将家眷托付于兄 兄今若战死 二位夫人无所依赖 兄岂不是有负始军依托之事 人家把家小委托给你 结果你连这个都保护不了 那你英雄算什么 然后第三个才跟他讲 你也对不起汉事 兄五一超群 更坚深通惊史 不思与刘始军协力 共服汉事 屠欲赴汤蹈火 以成匹夫之勇 安得为义呀 张辽逐一列举关羽三岁 再三劝其放弃 以此相搏的念头 赞祥曹操 以待来日再投刘备 关羽中为所动 并约三世 作为自己赞祥曹操的条件 一者 我只想汉地 不想曹操 二者 二位嫂嫂处 请按皇叔俸禄赡养 三者 一旦得知皇叔去向 冠卯定此曹工去寻找 三者缺一 断不肯详 你看关羽在这方面 也是表现得非常地了不起 当然这也是张辽很会做球 所以他打得很漂亮 张辽很会搭桥 所以他就顺势而下 他说 我不会投降曹操 我是归汉事 不是投曹操 他这也是根据张辽跟他的话 他激发出来的那种潜能 平常我相信他也不许想这些 因为他一想到曹操 就想到汉先帝在他手中 他一百个不愿意 现在他很巧妙 把他驱隔开了 我这次是回归汉事 我不是投降曹操 大家很有面子 他将来可以有交代 第二个我保护两位曹操 人家委托我的事情 我要尽忠之手 第三个 只要我听到 我的哥哥在哪里 我不顾一切 一定要去找他 老实讲 他提出这三个条件 然后再归到曹操那边去 所有人听起来都会觉得 这个人了不起 面面顾虑到 擺别官员后 张辽便将官员索约三世 转报曹操 若探知刘备下落 他便要走 那 那我留官员长又有何用呢 曹操对第三件要求 为什么特别敏感 我想任何人都是特别敏感 他心里好笑 你说你归汉 你不投我 那无所谓 因为那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好听而已 没有关系 那你要保曹操 保曹操之后就保曹操 我会不会害他 第三个那不行 你只要听到刘备的行踪 你马上要去我去 那我留你干什么 曹操是个很直率的人 所以他就跟张辽讲 那这样我留他干什么 那不如杀掉算了 可是张辽 对官公是有感情的 他说不能杀 你现在答应 说蓝天脸 我们假传消息 告诉他 刘备已经死了 第二个 说不定刘备真的死了 第三个 他不是 我们把他杀掉 也死了 他也可以想得很周全 所以曹操一想 这个不是为 这个叫做权宜之计 叫做权宜之计 为现在来想 以后事情 以后再说 所以他就答应了 与曹操约定三世后 关羽得以入城探望两位嫂子 并将自己降曹之事 如实相告 我想 两位嫂嫂 如果对官公 也产生怀疑的话 那官公是 跳进黄河洗不清 所以官公这一点 是很聪明 他跟二位嫂嫂 一方面让他放心 一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 否则的话 外面传出去说 官公趁乱 拐走了两位嫂嫂 大家一起私奔 糟糕了 我觉得他很多事情 必须要交代清楚 这是很正确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 不需要 一家人 大家很清楚的 我不认为这样 一家人也要说清楚 他跟二位嫂嫂讲 说我这次 是不是投降 草草的 你看后来 他们两个也一直替他做证明 否则会说 你是后来怎么改变 怎么改变 当然你是要投降的 都有可能 任何事情 事先防备 未雨绸缪 先把它安顿好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曹操得知官宇入城 便亲自前来迎金 以表诚意 各位看到曹操 他对官宇那种态度 是比公比金 作义鞠躬到九十度 可是我们会感动吗 我们不会感动 我们会觉得老一套 你对谁都是这样 假情假义 所以有些人他很冤枉 他这次是真的 以前是假的 那是以前的事情 他心想 关宇这么好的人才 你肯来归我 那我当然诚信 诚意欢迎你 他不是假的 关宇呢 关宇有没有 有回败九十度 关宇如果回败九十度 我们反而觉得 关宇也是假的 因为那不像你 关宇都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够了 你还怎么样 所以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本分 有自己的本色 不要老要去学别人 你做你自己 一辈子做你自己 关宇就是这样 一辈子做他自己 你们怎么看 是你们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形象 这是我的特色 我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他做义是做义 并没有像 曹操那样子 但是 如果他这样都不得 我们就认为这个人 太傲慢了 太没有礼貌了 人家再怎么样 也是救你一命 所以 他要表示 不杀之恩 拜兵之将 深感 呈向 不杀之恩 这是应有的风度 而不是讨好 不是拍马屁 我们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觉得 关于当年 在有条件之下 暂时避开 他的危机 然后到朝银里面去 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你死 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会耽误很多事情 不值得 可是你投降 那大家一直骂 骂到现在还在骂 他没有 我没投降 我也不死 我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良好的时机 我还要把我的 有价值的事情 把它完成 这个就叫做坚固 在两边 这样也不对 那也不对 这当中 你始终摇摆不定 那就糟糕了 像袁绍就始终摇摆不定 你摇摆不定不行 你要找出一个 此时此地 最合理的抉择 这样就叫做坚固 这个事情 关于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到现在 还是充分地肯定 谢谢 谢谢